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 各位好 我是杜萍 现在马上来给您读报 我们还是要从国际新闻开始 先看一下国际聚焦 国际聚焦有什么大事情呢 主要就是中韩关系 美韩关系 日韩关系等等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中韩以及美韩之间的关系 在中韩之间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不是要对中国的芯片 实施制裁吗 所以昨天我们从 英国的金融时报 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 今天再看中文方面的报道 中文其实也是根据金融时报 那个报道 进行后续的报道 说如果美国 它的美光芯片公司 半导体公司受到中国制裁的话 那么美国政府要求韩国就不要抢占这个市场 也就是不要填补美国这家公司所留下的空间 意思就是说要跟美国一起来 在芯片问题上跟中国进行制裁了 这么斗下去了 然后呢 这个在美韩之间呢 银汐月 就是昨天我们讲到 那就韩国总统银汐月已经抵达美国 这个是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最关心的有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那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看这个拜登政府 对韩国施压之后 他在美国访问的时候 会做出什么样的表态 还有一个 就是涉及到台湾问题 银汐月在启程访美之前 不就台湾问题 说了几句非常不正确的话 引起了中环两国之间 外交的纠纷 现在呢 还在升级 还没有结束 所以呢 就是这次他在美国访问期间 中国肯定会密切的关注 然后呢 就是为了这次访问美国 银汐月呢 做的功课还是比较多的 那其中一个功课 就是说他有可能会在美国议会 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有可能会部分的用英语 所以呢 就在启程之前 这个说要背这个英文稿啊 背到深夜为止啊 所以呢 韩国媒体发现之后呢 就感觉到好像有点过分呢 过分的亲美啊 有可能会给自己招待 这种屈辱啊 这个也并非是 这个这种说法 也并非是太过分了 反正就是说 这样的过度亲美的事情 将来你自己可能真的要为此 这个付上一些代价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什么都听嘛 什么都听美国的 你可不最后要吃亏 对不对 那么大公报 今天一个报道 就是韩国总统 访问美国的时候 两国的经贸之间的分歧啊 很难消除 两国经贸的分歧 主要在哪一方面 主要涉及到 美国对韩国 其实也有限制的 包括对美国的 包括美国对这个 韩国的汽车 还有那个新能源汽车等等了 也是有限制的 所以双方之间 并非说什么事情都没有 首先顾忌到 这个他们自己本身的 这个经贸合作 是不是能够顺利 那么韩国和日本 我刚才讲到 其中还有一个 就是韩国日本之间的关系 好像在改善当中啊 包括比如说 过去所采取的 相互之间啊 所采取的这个贸易 限制措施 那基本上 这个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所谓的白名单 就是说把这个黑名单 这个剔除掉了 那么韩联社讲的 就是这个 这个事情是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标题 这个是从华盛顿邮报 摘过来的 因为银雪在访美之前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涉及到美 涉及到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这个一百年之前 这个韩国和日本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日本侵占了 这个韩半岛嘛 朝鲜半岛 他呢 银雪呢 再次说出了一个 非常亲日的这个 这句话说 没有办法接受 把百年前 这个百年前的事情拿出来 要求日本下跪 大家也知道啊 这三个字是 韩国人的名字啊 韩国总统的名字 那如果说 你不看这个韩国总统 银雪这三个字的话 你还会认为是日本人说的 对不对 日本人这样的说 才是也还可以原谅 对不对 不要把一百年前的事情 拿过来 让我跟你下跪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日本人 自己都没说呢 那韩国总统自己说了 如果韩国人 要把一百年前的事情 拿出来 要让日本下跪的话 我不接受 这是韩国总统 还是日本的首相 搞不清楚了 这个身份已经 非常的模糊了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了 多说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一百年前 这个事情 还没搞定的情况之下 就是拒绝让日本下跪 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 韩国向日本下跪 对不对 银雪月现在就在下跪 好 我们接下来看 现在同样类似的问题 就是外交了 外交问题 中国的外交 这个明报今天 一个小评论 讲到说 这个中美破冰 为什么是中联部 其实这个说的一件小事 就是说 那个美国驻 北京大使 最近呢 就他叫伯恩斯嘛 最近就到中联部 这个会见了中联部部长 那么是不是叫破冰呢 我觉得 不是那么准确 他并非是破冰 他是在北京嘛 驻北京的大使 在北京跟中国的部长见面 不是破冰 因为他以前已经见过 中国外交部的官员了 所以呢 这个有点 是这样吧 可能不是特别准确的说法 但是跟中联部接触是正常的 因为中联部也是负责 外交方面的 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 讲到什么呢 就是说 有篇文章 这个作家 这个实际上是个专栏作者 他也经常写文章 这个专栏作者呢 这个不久之前到美国去 去进行了学术的访问 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或者是令他感到很惊讶的情况 因为他本身是英国人 英国人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比较密切 对美国很了解 但是还是感到很惊讶 惊讶在什么地方 他说所到之处 只要跟学者啊 国会议员啊 或者这些管理员接触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谈一个问题 就是台海地区可能会发生战争 都在揣测发生战争的时间表 感到不可思议 所以呢 现在他讲的就是说 如果要避免 真的要避免中美之间 因为台湾问题 而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他不能够天天在揣测 什么时候要发生战争 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就是要避免 但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的定位 不够稳定 所以呢 用目前的状态 确实还是比较危险的 好 中国和新加坡四月底开始 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那么旺报讲到 加了一个标题 加了这部话 说说跟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 军事冲突啊 军事演习 憋苗头 这可是解释性的东西了 这个是他自己的解释 好 我们看这个金融时报 以及南华早报这两篇呢 就是英文媒体讲的 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 这个不能够跟乌克兰危机 这个相挂钩 这是谁说的呢 就是这个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 傅聪大使讲的 就是说不要把乌克兰的这个问题呢 跟中国和欧盟之间的挂钩 不然的话 这个东西这个死结 乌克兰战是什么时候结束 还不知道 好 另外呢 就是这个美国 美国现在正在对七国集团的其他这几国家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跟美国一起要全面的向俄罗斯实施贸易禁运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将会在下个月中旬 五月十几号的时候 在日本开那个七国峰会 要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除了美国之外 其他的六国家都感到很为难 因为说你要全面的禁止 向俄罗斯出口东西的话 什么都不卖 做得到吗 他说做不到 所以呢连美国也不简单做到 所以搞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美国跟他的盟友之间 也有些很多的一些矛盾 信报 傅从大使说 中国合作同样无上限 意思就是说呢 希望跟欧洲国家搞好关系 这是中国很希望做到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俄罗斯 乌克兰相关的 就是佩斯科夫大家都听到了 非常有名的人物了 现在已经非常有名了 对不对 克里姆林公的发言人 最近呢报道了消息 说他的儿子曾经在瓦格纳集团服役 主要是这个战略炮兵部队 或者是火箭部队 这是他的儿子呢 跟他的爸爸长得好像 还不如他的爸爸帅 这是同样的新闻 信报讲到俄罗斯外长 替他纽约主持安理会 这个拉夫罗夫 已经在纽约开会了 因为这个月呢 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国 今天报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 刺激了欧美军费开支 这个一直上扬很快 这是冷战之后的最高峰了 同样的新闻 我们就不讲了 这是最主要的卖家是美国 最主要的卖家 大家能想到就是肯定乌克兰了 明报信报 主权的风波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 他澄清 大使馆澄清 他的话呢 就是代表个人的观点 就是那一句话 是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这一段说了什么 我们就不讲了 主要涉及到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脱离出来之后 他们的主权地位的问题 好像是没有一个国际协议来保障等等 那么当然其他国家 表示了比较强烈的关注 中国外交部昨天也做了澄清 就是中国一直是尊重 其他国家的主权 特别是包括 从苏联分裂出来的 那些国家的领土主权 而且早就跟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了 这个政策是一贯的 好 接下来就是国际速报 好 这个好多媒体都在报道 昨天一件事情 澳大利亚国防部公布了一个 新的战略调整的一个政策 白皮书 就是讲的说 澳大利亚调整 它的这个国防政策 要针对中国 北京方面说 不要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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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澳大利亚 跟中国关系在改善 澳大利亚国防的改革 增加远程攻击力 如果说澳大利亚 对中国构成那么大的威胁的话 这个我觉得就是要 把它炒得很高也可以 就是使得中澳关系又发生矛盾 所以你看啊 现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对这个事情 其实比较冷静 比较冷静 就是他们的战略调整了 就是我们把它单独地看待 当然要关注 但是问题现在就是 中澳两个关系 正在恢复当中 所以呢 还不能炒得太过分 不然的话 双边关系改善 又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拜登可能就在这两天啊 要宣布竞选连任了 但是70%的选民都不认同 那还要选什么呢 70%的老百姓都不支持你 你现在搞什么选举呢 肯定当不了了 对不对 当然这个民调也不知道 正确还是假的 搞不清楚 反正就这么一说 那这个佛罗里尔多这个州长 德桑利斯呢 本来在共和党里面是 托朗普这个竞争者 但是后来发现他自己的民调啊 还搞不上 搞不过这个川普 所以呢 现在跑到这边来访问了 就是好像这个选举不太想搞了 世界日报 2024年美国大选 就是拜登和托朗普 拜登和川普两个人竞争 也就是说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结果会怎么样 这个比较有意思啊 这个两个人到那时候都是80岁以上了 所以美国现在是两个老人来夺权 就是这个局面 大公报 以及路途社讲的什么呢 美国的这个债券呢 美国政府的债券呢 比较不稳定 藏有杀鸡啊 也而且还有可能违约的风险 所以他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提醒了 同样就是美国五年期的 信用债券 有可能会出现违约的状况 《金金日报》 以及德国的明镜周刊 以及联合早报讲的 联合报告说 中国和印度都要为人口老龄化做准备 不用你提醒 中国早就在准备了 好 另外一方面 印度的谈起 难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印度的崛起了 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很多问题了 包括基础设施太落后 人口再多也没有用 他这个观点就是这样啊 我只是简单的这么讲啊 日本参院 中院 补选 自民党 五席呢 取得了四席 好 比较成功啊 好 英国五个人已经死亡了 死亡了什么原因 就是新冠病毒啊 这个变异 变异的病毒啊 所以呢 就是不容轻视 不容轻视主要针对香港说的啊 不是针对英国说的啊 就是香港不要对这个问题过于轻视的就是了 好 独立报 英国的 同样的新闻就不报道了 反正呢 这样的事情 其实每个地方都要好好注重一下 因为现在马上就是假期了 对不对 南华早报今天一个评论 说这个focus on money 什么意思 主要讲英国了 英国最近很多的大罢工啊 包括大学里面 学校里面 中学 小学 都有罢工 老师罢工 现在问题就在大学里面 他已经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 这个过去没有暴露过的问题 就是他们大学教育本身 有很多的弊端 终于在这一次的这个教师 罢工 风波当中 就是更多的暴露出来 很多的学生都支持老师罢工 但是 这个后果是要自己承担的 没有老师跟你们上课 上什么大学啊 所以这就是说 英国现在这个罢工啊 教育啊 等等方面 使得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 还有一个就是讲到就是 Stronger than ever 这什么意思啊 从这个方面讲起吧 就是说 法国的这个奢侈品公司啊 LV啊 它的市值 也就是它的股票 最近上得很快 原因是什么 信报有这个报道 可是信报没有 把这个问题点出来 这个新闻本身是有缺陷的 主要看这个 南华 不是 金融时报 比较好 这个报道 这个标题 看 这是因为 中国的经济的反弹 也就是说 恢复 使得 法国的这个公司 它的股票 大幅度的上升 已经成为 欧洲国家里面 唯一的一个 它的市值 可以超过 多少 十亿百亿千亿美元的 这个大公司 这个 才是主要的 要看到它的实质 那么这个呢 回过头来再讲这个 这讲什么 也就是中国的奢侈品市场 他说经过三年的新冠疫情的封控之后 中国的奢侈品市场 比过去更加的成熟了 更加的理性了 就是这个意思 民报 信报 苏丹中方人员已经完全 安全撤离到了邻国 可是与此同时 两万美国的平民 还在苏丹等待 支援 但是美国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 金融时报 涉及到美国的一个 目前的现状 就是在 这个旧金山 旧金山本来是一个 美国主要的一个科技 创 创业 一个 主要的平台所在地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中心 科技创 科创中心 可以这么讲 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Empty offices 办公室全空了 没人办公 还有什么 Social rules Social rules是什么 吸毒啊 犯罪啊 杀人啊 环境不好 大家都跑了 欢迎回到 有报天天图 接下来继续给你读报 大中华地区的新闻 中华剧情 香港特首 在大湾区 内地几个城市的 这个视察 已经结束了 那么今天 明报有个社论 就做了一个基本的总结 说 这次考察活动呢 目的就是要做到 知彼知己 不是 林渊 欠余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 就昨天在 广州的时候的 广东省省委书记 黄昆明 会见了 李家超 一行 双方谈到了 就是大湾区的建设 黄昆明 就是重点强调了 大湾区建设的 这个战略意义 对国家的战略意义 然后文汇报也讲到 就是广东 香港 澳门 三个地方 要共同公布 110项 湾区标准 什么叫湾区标准 它涉及到很多的产品的标准嘛 所以叫湾区标准 涉及到食品 中医药 养老 等25个领域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新岛日报 金报都讲到 金报啊 这个 邓炳强 香港保安局局长 率了六名 纪理部队的首长 访问北京 广州和深圳 昨天在北京的时候 公安部部长 王小红 会见了邓炳强一行 这个主要是涉及到 两地的纪理部队的 这个训练交流的问题了 信报 台湾方面的新闻 蔡英文昨天 建了这个 福吉尼亚州的 福吉尼亚州的州长 希望加强双边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美国方面 那个州长讲到说 希望台湾对美国的出口 总和能够在全美排第一 好 这个说的好听啊 但是台湾的产品 能不能变成第一个 进入美国的产品 最大的 不知道 台湾 和美国 早在一年之前 也就是从去年 就开始讨论 考虑 美国在台湾 要建立一个 多个 应该是多个 武器库的问题 这个是南华早报 今天报道了 这个消息呢 其实以前也透露过 但是呢 内容 应该是比较详细一点 就是说去年开始 在讨论了 而并非是 现在传说的 好像在考虑 而是在真正的 在讨论 明报 还有呢 讲到 维迪玛拉总统啊 昨天访问台湾了吗 今天立法会 香港台湾立法会 会演说 这是 他住的拐杖啊 这个是 维内维拉总统 然后呢 这个曾经传出来 就是维内维拉 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生变 但是看这样的话呢 应该不会 可能会生变的是 另外一个国家 昨天我讲的巴拉圭 信报 今天涉及到经济问题 有个评论说 中国经济有三大难题 三大难题 需要政府政策 来刺激 进行补底 或者电提 那么这个三大难题 是什么 他认为呢 这个作者认为说 三大难题 第一个就是 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的信心呢 还是有待 进一步的提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 更多的吸引外资 把外国的资本 全吸引过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整体上的了 整体上就是说 中等国家 就是或者中等 收入国家的陷阱 这个在其他国家 都出现在 中国一定要避免 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 所以三大难题 一定要都要克服 文汇报 涉及到今年的 大学毕业生的 出路的问题 最一段时间 不是讲到 就是工作很难找啊 现在3.4万名高校 毕业生呢 要派到基层去工作 派到基层工作 主要是要利用 他们的特长来帮助 基层 等于说为社会做贡献 同时 对他们也有好处 因为他们在基层 接受锻炼之后 将来也可能会承担 更重要的这个责任 旺报 这个毕业生 这个现在 到了毕业季了嘛 大陆颁布了政策来 鼓励一些青年 帮助青年 这个实现就业 新京日报 也讲到就业的问题 要解决就业的难题 还是有带政策加码 就是说政策方面要加码 这个政策加码呢 实际上这是宏观的东西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 用人单位 他用不起 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或者是能力 学生的能力不够也不行 所以除了政策加码之外 还是要 各个方面都要合得来 相互需要 中央日报讲的 中国的经济在放缓 说新兴人口大国 所谓的新兴人口大国 除了中国之外 也就大国了 包括印度 印尼 巴西亚等等 就成了投资的新宠 所以基金收益 可能不会低的 这个中国经济放缓 这是过去的事情了 今年第一季度不就上升得很快了吗 全球最快了 值一对不对 好 澎湃 世界日报讲的说 中国央行 去年 中国的货物贸易 用跨境人民币 结算的规模 增长得很快 同比增长37% 同比增长37% 所以就是一个结论 标题上有个结论 说人民币货币圈正在形成当中 能不能成为一个更强的 地位更高的国际货币 要看人民币自身 中华速报 民币 中国2030年之前就要登月了 而且这个登月的计划应该是 成竹在胸 专家讲到说 没有问题 这总设计师说的话 我们要相信啊 不是瞎吹的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文汇报今天有个标题 讲到说中国人的脚印 将会踏在月球上 也就是说会留在月球之上 文汇报 大公报都有相关的报道 火星 火星说火星的血真来了 就中国啊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发布了火星全球影像图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然后呢 这个影像图里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么多的一些地名 这个都是中国各个省市的 比较有名的一些地名 就是在火星上给它标示出来了 某一个点 某一个点都属于 这个中国自己本上的那些地名 这些地名中国的名名嘛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的报道这个消息 信报讲到 中国的晶片 这个大师了 可以说是 彭派社讲到 就是说这个芯片之母啊 黄丽仪女士 逝世了 享年86岁 她的主要的贡献 就是28纳米的制程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而这个制程呢 是高铁和军工上都使用的 接下来 还有个报道 我们需要印证一下 只不是转述一下说 光明日报评论部的 原来的副主任 被控从事间谍活动 月内 其实这个月内啊 中国内地又发生了一个 相约去自杀的事件 在四川森林 三个人 都不认识 但是用 这个手机 可能是其他的一些 这个社交媒体 联系之后 相约在那边自杀了 订阅 到头 我想